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麦克兰麦律师邓宏养知法手法 据理力争 川普会不会被逮捕 现在大家都是有一点观察 当然本来川普说礼拜二 他会被纽约检察长 这个曼哈顿的检察官 Alvin Spratt这个起诉逮捕 但是并没有发生 今天大家猜测 有可能大陪险团会做出最后的裁决 要不要起诉川普 以什么罪名来起诉 不过今天并没有发生 根据这个Fox News最新的报道 他说川普 这个准备起诉的陪审团 一般的话 在纽约曼哈顿地方 他是礼拜一 礼拜三跟礼拜四 一个礼拜三天聚会讨论 礼拜一他听到了这个不同样的声音 本来的话今天他们会闭门来研判 要不要起诉 以什么罪名起诉 所以一般去会的话 是由检察长来要求去会 但是今天检察长Alvin Spratt 他们并没有叫陪审团来开会 根据这个Fox福斯的新闻报道 他说现在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检察长内部也有不同样的意见 这个矛盾的话 究竟是起不起诉川普 或者是以什么罪名起诉川普 现在的话 检察官办公室发生了内部矛盾 从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 他们干脆暂时斩还 这个陪审团聚会 但是明天会不会聚会 现在不知道 不过呢 他说有一个线索告诉Fox News 他们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仍然有可能性的话 Brett选择不起诉川普 所以这个就看看将来 会不会真的会这样子了 那当然Alvin Brad 起不起诉也是受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前任的检察长已经说 我们不起诉 这个没有决定就要起诉 以后将这个案子 拖延到Alvin Brad的任期之内 在过去两年 Alvin Brad头一年 没有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他两名曾经以前的Vence 所留下来的检察官 后来气愤求去 他说你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要起诉你不起诉 所以他迟迟的没有 直到这个Mark出了书 开始骂他了 也有可能选举靠近的 这种情形 以后他决定在这个进行调查起诉 让大陪审团决定要不要起诉 当然大陪审团 有个话说 可以起诉一个hem sandwich 意思就是说这些肉饼的话 他都可以起诉 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 往往都可以起诉 为什么往往检察官只有 一面支持 辩护律师不在场 没有办法提供另外一个版本 所以检察官讲出这些东西来 陪审团 大的陪审团21人都会 基本上99%都会起诉的 但是这个案子在决定起诉之前 川普吹起了口哨 他说我会被逮捕 而导致这个国会也开始这个 这个关注 并且更重要一点的话 曾经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控 Michael Cohen 这个律师 也是封口案里边出手的 这个白手套的话 他自己的可信度 受到严重的挑战 因为这名名叫做 这个Robert Robert 这个他自己出面 他说 就是他曾经咨询过 这个Castello的话 他说我以前是检察官出身的 也后Michael Cohen 曾经问过我 他自要自杀倾向 并且他说 只要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我只要我自一天牢都不能做 所以他是被关在笼子的老虎一样 所以他任何人都可以咬的 他的可信度 他是绝对不可信的 他曾经也跟大陪审团讲过 我跟这个大陪检察长办公室的话 交给了300多份电子邮件 这些文件已经交给了检察官 但是检察官并没有呈现给大陪审团听 所以这个情形的话 他说我以前是做检察官的 像Michael Cohen这样子的人 我绝对是不会将他做污点证人的 不可信 不可靠 他是一个职业的 这个沙皇的 所以不可取信 当然有可能是这个Costella律师 还有有可能是国会的压力 尤其是国会 明天就要Alvin Bradd到国会里边的话 递交这个文件或者出庭作证 这也是检察官 你这个曼哈顿的检察官办公室 有没有跟美国联邦的司法部合作 因为这个案件 这个如果是合作 那你基本上就证实 现在国会正在调查 司法部是否的话参与政治 那你两个部门合作 国会虽然管不了曼哈顿办公室 但是他管得了司法部 那你这部分的话 两个部门合作 目的就是要打击政治对手 所以国会也会在礼拜四进行听证会 所以明天你可以看得出 究竟Alvin Bradd会不会 会怎么应付国会 或者是Alvin Bradd会不会继续 将大陪险团拖延呢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疑问 当然这个案件有可能不起诉 并不表示检察官不会起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CNN今天也有一个独家报道 他说检察长 这个曼哈顿的检察官 Alvin Bradd现在正在计划 想办法将这个川普的律师 这个开除掉 这名名叫做Joe 这个叫做这个名字 是意大利的名字 他基本上的话 Joe他自己曾经是检察官 他以前的话 这个也是出来做律师之后 他像川普一样 口无遮掩 他基本上在媒体上经常会讲的 这个Topic Kino 他叫他Joe好了 Joe这个律师的话 他曾经在2018年 接受CNN采访的时候 他这个他说 他跟主持人说 因为这个Stormy Stormy Daniel曾经咨询过我 里边四节的东西 因为律师跟客户的资料 这关系我不能够跟你讲 也是暗示给CNN说 这个Stormy Daniel 是他的潜在客户 后来潜在客户 这个Daniels这个燕心 并没有聘请他来跟川普谈判 以后但是这个案子 那你咨询过他 以后后来现在的话 这个燕心Daniels的话 聘请了律师 将Daniels咨询过Joe 这些律师记录 电子邮件 以后交给了检察官 交给检察官做什么用呢 就是要证实 这个检察官重要的证人 曾经是Joe潜在的客人 虽然没有拼请成为律师 但是你跟这个当事人见过面 那你也是他所透露的东西 全都要保密 这种情况之下 检察官可以提出所谓的 这个尤其是Daniels的律师 他可以透过Daniels这个证人的律师 要求这个律师回避 将这位川普的律师开除掉 因为根据这个纽约州的律师公会的规定 如果你曾经跟客人谈过话 那虽然不请你 但是你他所透露的文件 给你看个文件 给你讲的消息 你要保密 所以这个部分除非当事人要解密 现在Daniels这个艳新的律师 他说我不会放弃保密的这层保护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形 检察官最重要的一个证人 而川普的律师 他自己也是会有利益冲突 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 就会不可能担任川普的律师 因为这个也是很重很大的问题 证明现在川普有两名律师的代表 一名叫Susan Susan的话 在川普集团的官司里面是他打的 他也是曼哈顿前任检察官 他做事非常的己事 他是不会不太爱讲话的人 只是沉沉默默来默默的做事情的 耶路大学毕业 也是做过很多年的检察官 也是做过辩护律师 所以从世界方面是杨Susan来做 而Joe的话变成公关的 但是一旦只检察官 因为现在上节目来批评检察官的 骂得最凶的就是Joe了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如果Joe被检察官踢出来 那基本上川普就要另找一个律师 当然你可以看得出 曾经代表过川普的多位律师 现在都遇到很大的麻烦 包括朱利安尼 Sindy Powell这些人 都是被律师工会叼销执照 或者是被调查 待会我讲一下 这抄家案里面 他的律师也遇到很大的麻烦 所以可以看得出 现在政治已经是跟法律 在这个政治斗争 在法庭上面正在展开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川普 所以检察官说 我首先要将你手边的这些大将 各个的话先杀了 这个叫kill the messenger if you don't like the message 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个信息的话 先将全信息的人先杀掉 所以他们用的就是这种策略 法庭上尤其刑事案件 每一场案件就像一场战争一样 所以说战争讲究策略 所以川普战时的话 可以击退了下退了 礼拜二没有被逮捕 但是像川普也是也是已经表得很明白 他说你要起诉我 你要逮捕我 那我就制造一个政治事件 所以说检察官现在也是有担心 因为川普不会像平常一般的人的话 乖乖的不要上手铐啊什么东西 川普要成为一个所谓的落水狗 以后引起民众的气氛 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将这种案子变成 对他有利的一个宣传 所以从这个部分看起来 川普还是蛮有信心的 当然另外一个挑战案件 我们刚才讲过 你不喜欢这个信息最好的 将他身边的大将全都 传信息的人杀掉 这个就是法律界里面打官司里面说 你不喜欢这个律师 你觉得你打不过这个律师 你要想办法设法 将这个律师坍塌出局 这样子你的对手 你就可以占上风了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同样的Evan这个律师 他以前也是在联邦里边做检察官 出来之后 在处理这个纪委文件案件 还有这个J6调查以后的案件 都是由Evan来主持的 这个对川普 这个案子非常熟识 川普也非常信任他 所以他平时话不多 但是的话他写出的动议 基本上的话 都是及到了检察官的痛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现在要想办法 要将Evan的话也开除出局 其中 Jack Smith这位大特别检察官 已经是传夫了 他要到大陪传团里边出庭作证 以后出庭作证的话 因为在6月份 司法部发出了传票给川普 川普的话 他说上面 他说你要将所有有机密文件的这些文件 交给国家档案局 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烧查 6月份的时候 这个FBI的人 以后司法部的人 一起到了海湖庄园 以后当时川普也在场 以后Evan也在场 还有佛罗尔达当地的律师也在场 以后将所有的文件打包 38份 以后交给这个探员 他说 并且在文件上面 会要注明 我稍查了所有的这些该稍查的文件 我们认为 你要的东西全都在里边了 以后律师要签字 当时佛罗尔达的律师签了字 川普也在场 他说 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帮忙的 打电话给我们 他说没问题 他很客气 但是现在检察官反咬 他说你看看 你当时交给文件的时候 你说所有的 我们要的传票上面的文件 你都在里边 但是的话 我们在8月8号 这个去抄家的时候 发现的话 里边还有100多份文件 是机密文件 所以你律师在撒谎 当然 他要传律师到大陪 大陪审团里边去 收到大陪审团的传票 基本上的话 你要出庭作证 但是Evan说 川普是我的律师 在美国法律上面 有三类人的话 这个是享有保密的权利 第一个是牧师 牧师跟信徒之间 这个交谈的话 是保密的 第二个 医生跟病人之间 第三个 以后就是律师 跟客户之间的交往 是保密的 当然这个保密的话 法官也没办法解除 他就行使 他说川普是我的律师 我跟川普谈什么样的话 以后我跟他交换什么文件 那属于律师跟客户的保密的 但是Jack Smith很聪明 他说虽然有客户 但是的话就保密的 但是的话 我这个保密里边 有一个例外的 就是律师不能够协助客人去犯罪 很简单 法律上面的话 就说一个人杀了人 你到律师来求助 你跟律师说 我杀了人 那律师不能够强迫 你客户跟你说了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说 我杀了人 这把刀 你帮我处理一下子 如果律师将这把刀扔掉 这个部分的话 或者是找律师 所以很多客人都是这样子 我现在警察抓我了 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样子来逃出国 逃离美国 以后 作为律师 你不能够协助客人去犯罪 逃停本身就是犯罪 所以为什么的话 一旦只客人问这句话的话 我们马上会打断 对不起 如果你这样子 我不能够帮你 所以为什么很重要一点 现在检察官用的是什么 他说你跟客户 跟就是Evan 跟川普之间的通联 如果是以帮助他解决 已经发生了问题 那没有问题 但是的话 那时候你收到船票 你也签字保证的文件 所有的文件都交出来了 但是你现在我们在他家里面 稍查出100多份机密文件 你怎么解释 我们认为你是协助犯罪 你是协助犯罪的情况之下 那律师跟客户之间的话 这个保密特权就会被取消 也就是说律师 如果是教你怎么逃跑 律师教你是怎么样子犯罪 那律师跟客户之间的 这个对话内容 就不能够受到这个特权保护 律师Evan跟川普之间的交往 不单只是这个案件 还有其他类的 国会调查的案件 所以这个部分 有关于律师协助客人 去犯罪协助川普去犯罪 这个有点的话太牵强了 但是检察长在法庭上面说 我们认为这个律师 明知道有这些文件 以后并且的话 隐盖以后不像 这个骗我们法 这个检察官说 已经全部交出来了 没想到这个检察官这种 可以说是非常 离谱的一种 没有太多证据的说法 让这位法官接受了 当然这个法官的话 名叫做哈维 是这个民主党 这个柯林顿总统 所任命的法官 他现在是在DC 做主审法官 只要检察 对川普J6的调查 他是有求必应 你检察官要什么东西 他都会给的 所以他裁定 你基本上你作为Evan 你必须要将川普之间的书信往来 电子邮件 电话通栏 把短信的东西全部要交给检察官 当然Evan的话 他不符 所以川普集团就说 我们律师的关系的话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 因为你没办法证实 律师有教书川普犯罪 所以的话 这个案子上个礼拜五 是这个哈维法官所判罚的 有这个案子的话 马上上诉到DC的上诉法院 DC上诉法院 其实上诉法院的话 审理往往的话 需要好几个星期 双方听证 没想到的话 上诉法院三名女法官 川普倒霉不倒霉 就是党媒的话 DC上诉法院的话 这三名都是女法官 两名是拜登任命的 另外一名是欧巴马任命的 第一名 第一位的话是Forentz 是个潘法官 他是属于自由派的华人法官 另外一名的话 这个黑人女法官叫做Michelle Child 他本来拜登要提名任命 最高法院的最后人选的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以后另外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黑人的话 年纪比较轻 所以的话 因为民主党希望的话 越年轻越好 因为的话可以占这个位置 终身制的越长时间越好 所以他就选择了另外一名 那个Jesse Brown来做大法官 当然他也是很讨厌川普的 还有另外一名的话 是Joe Biden所任命的 这名法官的话叫Pilip 这门三个女法官站坐在一起 上述法院往往是三个法官一起来审 一致裁定 地方法院这个Howard 逼使川普的律师要交出跟 律师要交出这个律师跟客户之间的资料 那你川普律师有可能跟川普一起犯罪 所以以这个理由也同意 也迫使法官 也迫使这个律师要交出这些证据 当然从我们这个大家又有看川普的 川普的行动我们知道川普非常擅长打官司 没有人像他一样一辈子打了5000多场官司的 所以对川普来说 我相信他一定会上诉 上诉到最高法院 希望上诉法院里边 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有可能接受这个案件 因为这个律师跟客户之间的话 之间的保密是非常神圣的特权 他如果是随便检察官说了他有可能牵扯的犯罪行为 以后就打开这个特权的话 那将来有很多特权都可能会受到威胁 所以这种根据这个原则 我相信川普的律师团队会打到最高法院 而想办法的话 这个推翻现在上诉法院的裁决 不过来说在这个过程之中 川普的律师Evan 也是因为自己成为大陪险团争议的对象 他自己自行难保 他也要请律师来给自己辩护 所以现在川普 佛罗里达的案件 也出现一个律师团队 人手不够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的话 他打那么多的官司 很多有名的律师 他都说 我不想惹麻烦 以后都不愿意提川普的话 来做律师 最高法院现在还在审理案件 不过来说在去年所听证会议 现在往往是从4月份5月份开始 陆续会公布一些裁决了 今天这个是今年第一宗案子 最高法院宣布的裁决 就是这名名叫做McGill的耳聋人士 这个案子最高法院的裁决裁定的话 9名法官一致认为 相残的学生受双重的保护 这个在Michigan 这名在Michigan出生长大的McGill 他自己一出生就是耳聋了 没想到了耳聋的时候 他自己向学校的说 我在学校里边听不到老师的课程 能不能派一些翻译给我们 学校当年经费有限 为了你一个学生派一个翻译过来的话 这个手语的话就太麻烦了 所以他随便应付 并没有派有经过资格认可的 以后连这些手语的老师教出来的话 教聋哑人士都没有办法使用手语 所以话慢慢的从9岁到20岁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话 学校都是应付了事 并且他没有选好课 学校就给他的结业证书 让他早点离开 这样子学校不用花额外的钱来辅导他 后来他律师提告了 提告的话他采用了 他说美国联邦有两个法案 一个叫ID法案 一个叫ADA ID法案的话就是说 学生在学校接受功率教育的时候 学校一个是学生有相残的情况 学校必须要提供措施来帮助他们学习 这种部分好像你聋哑人士 那学校必须要设置聋能够聋哑的老师 能够或者手语的翻译来协助学生将学词完成 所以密切根的学校并没有认真的对待 所以方废了学业 所以律师以这个ID来告的时候的话 学校那边也同意 所以现在将他送到了一个特殊的教育学校重新来 所以的话从每一年的学费四万块钱 然后学校学区要付这个钱 那学区也认了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个学生的家长反告这个学区 他说根据ADA 你没有这个按照在过去几年来 你都没有向McGill提供这些协助 而导致的话他身体 心身还有精神受了打击 所以他用这个ADA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 Act 就是向美国相残保护法案 来状告学区 就状告以前发生的这个伤害 你要赔偿 那这个案件里面就是 ID是要求学区将来要做这事情 以后但是并没有说 以前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求偿 所以学区说以后的学费 我们认的我们要付 但是以前发生的事情 ID的话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保护方法 你使用这个ID的法规 以后得到将来的补偿 那将将来的学费 我都不用付了 那你就不能够求偿的 以前发生的事情 最高法院的话裁决他说 这两个法案都是保护相残人士 可以同时使用 受到双重的保护 所以这个学生 现在将来的话 不单只学费要学区付 另外 所有的以前发生的这些赔偿 学区也要负责 所以从这个判法来 对很多相残人士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 就像一个大雨伞一样 ADA 这个504特殊教育 这个法案就是要保护相残学生的保护 而是ID这个法案的话 是在这个ADA法案以下的一个法案 所以是受到双重的保护 所以这个部分对很多 其实我们有很多华人家长 尤其是小孩子有特殊教育的时候 往往受到很大的歧视 其实这些法案都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 这名法官是在Santiana 名叫Conney 非常有名的 他现在也是主审法官 他今天在Santiana法院 做出了一个重大裁决 因为加州跟纽约州 可以说是美国控枪最严格的 但是去年最高法院 做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裁决 也就是说纽约州 他说你要申请持相证 你必须要做背景调查 以后还有做一方面的 你必须要提出特别的原因 为什么你要起枪证 这个法院的裁决就是说 第二搜证案保证民众持枪的权利 但是的话 你在持枪证的话 这是枪支的管理过远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会剥夺民众第二搜证案的宪法权利 而在2013年 加州通过了一项法案 对所有的半自动手枪 也是说按下板扣 好起发子弹会打出来的 这种他半自动的手枪 他做了严格的规定 他说在加州你要合法拥有出售 还有这个转样 这个自动化的手枪的话 你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你的枪的话 必须要有这个 这个上膛的一个自动的 这个显示器 也就是说你子弹放进去 又必须又自动显示出来 你子弹已上膛了 第二个的话 你的弹夹必须要自动的 可以的话能够脱钩的 不会跟枪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是这个弹夹 没办法插进去或者是插得不好 那你这个枪是不能够扳动的 第三个的话 你里边的话所有的这些子弹打出来的 你都要做一个这个子弹 弹夹跟弹头里面的记号 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打出的子弹 警察在案发现场找到的话 不管是弹头还是弹壳 都可以知道是谁是枪的主人 这样子的话 这三个条件 你才能够合法拥有半自动的手枪 在目前来说 这个手枪 这支枪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手枪 能够符合条件的 所以很多现在 这个半自动的这些手枪的话 都是老式的手枪 所以这个法案的话 2013年法案基本上就是等于 禁止半自动的手枪 所以这个法官认为 这种控枪法规 跟美已经是侵犯民众 第二搜证案 拥有枪支的权利 所以他认为这个枪支 这个2013年 对半自动手枪的控制 这种严格的要求是违宪的 当然这位法官 也不是 这个是属于保守派的 他之所以 这个有名 就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在讨论 究竟法庭要不要开庭的时候 他主持电话 这个视频会议 他讲到的话 我们 这个法庭的话 应该 这个可以一起来配合 书记关办公室那边的话 跟我们法庭可以配合 我们还是要照常开庭 其中他提到的话 我们的书记长是非常 这个street smart 这个是 是街道上很聪明的 这是社会大学出来的 后来没想到这个书记长 这个是一个黑人 女的 所以他被称为是 这个 街道大学出来的 这个社会大学出来的 这个拥有一点聪明才智 他马上的话就是在complain 向这个律师工会投诉 说这个法官种族歧视 当然的话 这个法官他说 向他道歉了 他说不好意思 我只是讲你smart而已 因为这个 我们是可以一起工作的 后来道歉之后 才平时这个风 这个风潮了 当然 这个判例检察官 他说会上诉 所以他将来 有可能会打到第九存回法院 第九存回法院 以前是在加州 全美国是最自由派的 但是在 四年 从六年以前了 川普任命了四名 第九存回法院的法官 所以现在 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保守派 一半是自由派的 所以加州控枪 将来这个法案 有可能会在 第九存回法院 做出最后的裁决 做法官 尤其是联邦的法官 是属于终身制的 对法官的任命程序的话 往往非常严格 除了总统提名之外 参议院 有一个司法委员会 要进行资格的盘问 在过去几年 我们可以看得出 川普任务的人 往往的话 是你看够不够聪明 你的理念是不是比较保守的 而拜登上台之后 他现在提名的任的话 他是用所谓的 EDI政策 EDI政策的话 就Equity Diversity 也后 也后DEI Diversity Equity 还有Inclusion 也是说你可以看得出 他说我的内国是多元化的 有同性恋的 有异性恋的 有黑人 有所有东西 我们都包括里面 法官的任命也是一样 他只要你是皮肤越黑 越有机会 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担忧的 因为现在 这个DEI的政策 已经是Equity的政策 已经推港了各个行业 包括飞行员 不管你资格 合不合资格 你的背景怎么样 只要你是黑人 他都会生 所以很多人担忧 我坐飞机的时候 我不在乎航空公司的人 是不是黑人 还是其他人 我在乎都是他的技术 同样在法院里面 因为审理案子 牵涉到民众的自由 民众的双方的司法 公不公正 所以法官的话 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今天的参议院听证会 也发生了一个 很激烈的一个争辩 在司法委员会里面 有这名叫做John Kennedy 肯尼迪他是讲话 慢条思理 来自路易西安娜州 他最喜欢用农民的口吻 来讲来比喻的 所以每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都喜欢听John Edward 里边讲的一些黑色笑话 他里面黑色笑话里边的话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立法委员 所以他今天的时候 对拜登所提出来任命这名黑人的检察 黑人的行政法官 Cruz来做法官 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因为这位法官的话 Cruz法官他本身 他一直 他是在Colorado州毕业之后 法学院毕业之后 他一直是在做民事律师 2018年他被联邦法院聘请作为行政法官 行政法官就是像雇员一样 平时一般的法官的话 是Article 2 就是第二宪章所任命的法官 都是终身制的 但是行政法官 他虽然做的工作跟正常的法官一样 但是他是属于行政方面 但是他也是像法官一样来审理案件 以后当事人可以要同意 让行政法官来审理案件 同时把当事人也可以要求正式的法官 不要行政法官的审理案件 所以行政法官跟正常的法官 他们对法律理解 也是应该要达到同样的水准 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纳税人 花钱请他们来做法官的 在2018年就在Colorado的检察官 联邦法院做行政法官 每天在行政法官的话 就是逮捕之后的过堂第一庭的话 以后分配案件都是行政法官来的 所以在审理过程之中 当然他自己也审理案件 也要做裁决的 所以今天 然后Kennady问了Cruz法官 两个问题问到了 第一个问题是他说 你过去四年里面做行政法官 为什么有20多个案件 被联邦被上诉法院推翻呢 他没办法回答 第二个的话他说 我考你一下子 以后这个Breddit Motion是什么回事 Breddit就是这个一个人的名字 Motion是动议 Breddit Motion 以后Cruz法官他说 我记不清楚 记不清楚 其实的话你作为一个法官 作为一个律师 尤其是在刑事庭里面 Breddit Motion是最基本的 Breddit Motion是什么 根据Breddit这个案子判法 检察官必须要将所有对被告有利的证据 交给被告 如果你不交给这个被告 将来发现的话 那你检察官手上所有的证据 不能够作为承认证据 所以一单子我们常常第一个问的话 根据Breddit Motion 你要求将手上所有的东西都要给被告 那你作为做了四年 你以前做民事律师 那算了 你不懂的Breddit Motion可以 但是你作为一个刑事庭的法官 做了四年的刑事庭法官 连这个最基本的Breddit Motion 你都不知道 那你能够胜任一个法官吗 所以这个就是Kennedy 从他的问话里面的话 就是说 现在拜登政府所推动的DEI政策 只是在乎同性链 在乎肤色 不在乎才能 那我们美国的一个制度 将来会越来越糟糕 当然另外一个案件 也引起法律界这个大开眼界的 就是这名名叫做 这个Kyle Duncan Kyle Duncan这个法官 他处理一个案件 他做律师的时候 达到最高法院 这个案子就是 这个Hobby Lobby 这家连锁的百货公司 它是一个基督徒所开的 他当时老板 他说我所有员工 我都给他很好的福利 以后健康保险我都给 但是他健康保险 他不能够包括堕胎药 因为他是基督教 他不相信堕胎 所以这个案子 就打到最高法院 那雇主能不能限制 员工的堕胎权利 得到最高法院的话 做出最后的裁决 他说雇主的保险 雇主有权力决定 所以的话 这个案子 让Dankens的话 打出名来了 后来川普喜欢他的立场 以后他任命 他做了联邦的法官 他被邀请到了 斯坦福法学院里面去讲学 没想到的话 在讲学过程之中 被学生围攻 在围攻过程之中 又有一个所谓的 DEI 负责 DEI学院 也就是多元化的 主义的副院长 以后出来 不单止 来批评学生 来保住这个课 来自这个法院的 这个法官来讲学 他反而跟学生一样 来攻击这个法官 当然这个视频的话 引起了很大的关心 为什么 这位副院长 也不是法学院的教授 以后他年薪 既然是21万 以后所谓的DEI 也就是diversity 以后equity inclusion 这个是现在每一个大学 每一个政府部门 都有一个DEI的 这个职位出来了 腾出来 就是要 要你讲话的时候 不要得罪同性恋 讲话 在写文章的时候 称呼的时候 不要 不要这个 歧视黑人 以后的话 你要鼓励更多的 在提升的时候 要提 要这个提名 要鼓励任命 这些黑人 所以这个DEI 只要花12个小时 就可以拿到证书的 没想到的话 就是因为他是黑人 斯丹佛法学院 请他做了副院长 而在过程之中的话 他在法官讲课的时候的话 他做的学生群里面 学生举牌 以后 做所有的东西 来抗议 来嘲笑这个法官 站了旁边的副院长 坐在旁边的人 不单止没有阻止学生 这种不文明 没礼貌的做法 他反而上了台之后 他上台之后 他说 我坐在下面 我感觉到非常不舒服 你的法院的裁决的话 伤害社会了 你说的话 你来这边的话 分裂我们 这个Stanford的社区 你是不欢迎的 一个法官 来到一个法学院讲学 应该是法学院的一个光荣 因为法官非常忙 能够请到这法官来讲学的话 你既然学生围攻的话 那这个你作为一个副院长 或者是教授 你应该出面来阻止 以后 因为在一个社区里边 尤其在高院 高等学院里边 多元文化 多元主义应该是一样 不同样意见 不同样的意识形态的人士 发表意见 你用这种闹事的方法 来阻止影响别人的地义言论 所以很多法律界认为 你所以为什么Tek Cruz 发函给这个德州的律师公会 他说Stanford的学生 来我们德州申请律师资格的时候 你首先要问 他有没有参与围攻 这个法官的 如果有他必须道歉 因为他不配做律师的资格 因为对法官的尊重 这是至少的这个要求 而Stanford这样子的学校教出的学生 连这点最基本的律师资格都没有 没办法容忍 这个对方 持不同政见的人士 而攻击他 这本身就不配 以后当年这封信的话 引起了大的震惊 所以法学院的话 今天也是宣布这名叫Stanback的副院长 他现在我们停他指了 没有讲他具体的原因 但是Stanford这个只是可能是因为这个Tek Cruz 还有其他这个法律界的人士的批评 可能暂时做一些举动 会不会真的会改变目前这种这个DEI的运动 这个还是很难预测 因为毕竟现在在高院里面 包括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法学院里面都是一样采取一般的措施 就是怎么样子来推动多元化 来洗脑这些年轻人 所以所有在保守派的法官说 我们不欢迎耶鲁大学的学生 在我们学校到我们法院里面做实习生 因为他们的话是极左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这个法学院为了应付最高法院 可能在五六月份公布的这个裁决 就是哈佛大学 有没有歧视亚裔学生这个判决 之后他现在干脆的话 克林比亚大学 还有其他大学已经是不再看分数了 所以基本上你们亚太医 成绩最好的话 他都不用考虑 因为中华人的学生申请的时候 他说我的成绩非常好 以后其他黑人的成绩都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要录取 以这个理由说他歧视 我们现在的话不看分数 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歧视的 以后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用这种政策来应付最高法院 可能会的出来的一个裁决了 罗汉基有五大天王 这五大天王是什么呢 是我们罗汉基郡政府county里边的话 他五个supervisor 这个supervisor权力非常大 第一他没有任期的限制 第二个他掌握的预算的话 这个基本上可以说 比好几个州的预算 combine一起都厉害 所以其中一个黑天王的话 叫做Mark Riley 这个叫Mark 这位Mark的Mark Riley Thomas的话 减轻MRT 这个Mr.T的话 非常powerful 他以前做过罗汉基市议员 也做了罗汉基郡的这个宪政委员 在罗汉基地区是呼风唤雨的 他的儿子这个Sebatchton的话 也是非常年轻 在他爸爸的这个推动之下 很年轻 25岁就做了加州的参议员 众议员 所以这个政治世家影响非常大 不过这个案件的话 现在他被告这个利益输送的贪腐案 在这两天也在罗汉基进行开审了 这个案子回顾一下子的话 就是Rick Riley Thomas他做郡长 郡长的话掌握非常多的经费 而南加州南加大这个名校 他有一个叫做社会服务学院 这学院的话一直要跟县政府 尤其是精神健康部门要合作 希望能够拿到经费 让南加大这个社会学院的学生 到这个部门里边去实习 透过实习 透过这些服务 掌握更多的社会经验 并且的话更重要一点 能够拿到政府的补助 这样子的话 这个社区学 这个社会学 社会系 社会服务系的话 能够能够能够有更多的经费 所以当时 Sepaston在2017年的时候 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被指控 两个两个助手都指控 被他性侵了 这个部门 那参议院 中医院 大家都说 你如果你因为光好 2018年MeToo 这个MeToo运动开始了 所以当时大家都完了 那怎么解决呢 他就后来 Sepaston他跟他老爸说 我知道问题所在了 以后我如果我留在做州议员的话 我一定会被州议会自己的同僚攻击 到头来的话 民生全都会溃坏掉 以后政治前途到此为止 并且有可能会面临的话 这个刑事起诉 这种情形的话 他要去退 但是退了之后 怎么办呢 也不能够突然间辞职不干 就等于你自己认错了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就是商量 他说那好 我帮你找一条退路 那就是跟南加大里边去 以后他就跟南加大校长的话 这个学院的院长叫做Marlene Fink来谈了 Marlene Fink的话已经给县政府好几个proposal 我们南加州学南加州南加大要跟LA County罗汉吉郡里边合作这几个计划 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批到下来 没有经费 因为县政府有足够的人员可以提供服务 为什么的话要分给南加大呢 所以县政府希望是自己做着可以的 不需要南加大 如果有实习生的话 你不能够读 让南加大这个学院里边的话独享了 因为还有其他的州立大学 也有这些社会学的学生 社会服务学 他们也要实习的机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 健康部门 精神健康部门希望的话 能够留在自己的County里边做着可以 但是的话 Mark的话 他为了照顾他自己的儿子 以后他就说 这样子 以后你安排我儿子 进南加大里边做 做教授 教书 那什么东西都可以 可以谈 没想到的话 他说 他儿子说 我等不及了 我马上就要辞职 所以的话 从他要准备辞职 以后的话 到这个 到他要找到新的工作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的话 南加大那边的话 他说我们现在又放假了Christmas 我们哪有那么多的时间 以后 但是的话 院长 Marlene 他说我们想办法 所以透过他的周旋的话 给了副校长讲 跟校长讲了说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不能得罪黑天王 MRT 以后MRT那边 他也不断的吹 1月8号的话 你必须要让他上班 所以后来 他说经费哪里来 那没问题 他找了另外一个人 捐了10万块钱 捐了10万块钱 给南加大 但是他这个钱 要捐给南加大的时候 他特命指定 他说这个钱 不是给你们南加大的 是给我们南加州 南加大社会服务学院的 专门是要留给 这个Sybaston 做教授所用的 就要请他 他请助理所用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经过所有的电子邮件 都会证实的话 因为他救治 救治心切 为了自己的儿子 以后还想办法 利用自己的职权 后来南加大 拿到了县政府的合同 以后当然 夜路走多了 会遇到鬼 虽然这个黑天王 在南加州呼风唤雨 但是的话 没想到别人举报 所以他现在 在被面临的话 这是贪腐的指控 Marlene Flint 他已经认罪了 可能会作为一个污点证人 他现在的话 就是说他 这个Mark的话 他自己认为 我没有做错事情 我是按照秉公办事 我并没有 就是以这个我儿子进南加大交书 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但是检察官认为 你这个从书信里边 从电子邮件电话记录里面 都可以显示出来 你为了他儿子 跟南加大达成了一个利益输送的条件 所以以这个罪名来指控他利益输送罪 最高可以判罚五年的劳刑 所以现在这个案子正在南加州进行 有可能在两个星期之内会结案 到时候有结果 我也跟大家报告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